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杨 这两天也没什么可拍的 因为我这两天睡眠都不好 最主要的是就是我们公司对面 这个工地一天24小时都在施工 晚上根本睡不着 已经有他们施工在这里快一个月了 应该是因为赶工期吧 但是晚上实在是太吵了 现在都还听得到 就是那个打桩的声音 还有拉桶,拉那些材料的声音 特别的响 而且还特别的灰 因为晚上他们没有来洒水 这条路都是尘土飞扬的 特别的害怕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对面 这条路4点钟就有那个清洁工人来打扫了 现在我看也是打扫过后了 因为太灰了 恐怕过一下那个要来 就是洒水车 现在这个清洁工人都还在这里扫地 真的是太灰了 而且他们的工程特别的大 应该是要赶工程吧 每天就是24小时马不停蹄的都在施工 晚上我们睡觉都是把窗子给关起来 太吵了 而且我们这里太灰了 昨天我也说过 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这两天风也是特别的大 所以这两天我们6点多就起来打羽毛球了 因为真的是睡不着 因为天气也是特别的热 现在我也是等我的搭档下来打羽毛球 睡不着 真的是 看一看我们公司的花花草草 心情就好多了 我们这里是漂漂亮亮的 对面是尘土飞扬的 这几天鱼也长大了好多 大鱼游过来了 不受噪音的影响 现在我要开始打羽毛球了 我的搭档快下来了 他说打了这两个月 那个鼻炎都好好多了 所以还是要坚持锻炼 把身体养好